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经验很有可能会变成你今后创作的一个障碍 你会被这些经验绑架了 会被束缚住 所以这次拍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希望是用一个像拍处女座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去拍 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然后我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对的 因为我也有很多我的好朋友都反对我用这样的方式来拍 但是今天金马奖他给了我一个答案 就是说我这样做是对的 我应该坚持 这个坚持是对的 所以非常感谢金马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